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自己把自己炸回石器时代是吧 可能不到石器时代 可能要炸回还是无脊椎动物的时候 屏幕上这个绿色小玻璃石头被称为原子石 跟原子弹一个名字 它就是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产生的 它诞生于人类第一次核爆试验 也就是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核实验 你别小看这个小东西 它不仅仅代表了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核能的力量 它还可能即使了人类文明之前 就发生过一次史前核战争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楚前后兵拿不住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鲜 大家好 其实史前核战争这个说法和大家可能想的不一样 史前核战争这个理论并不是一群闲着没事干 或者一群想出名想发财的人编出来的 它实打实的是由一个地质学家提出来的 但为什么是地质学家提出来呢 这就有个故事了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理论的诞生开始讲起 首先讲这个理论就不得不提到的是 1945年的时候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进行了人类第一次核实验 这个核实验在爆炸点留下了一个直径100米 深1.5米的弹坑 在这个弹坑里科学家就发现了刚才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个绿色玻璃 科学家经过研究确定 这个绿色的玻璃就是由核弹爆炸产生的超过1600摄氏度度 温度融化了地表的沙子 混合了核辐射 还有一些其他无法融化的物质形成的 这种绿色的小玻璃石呢 表面上看上去还挺漂亮 但是里面包含着强护射性 几乎整个爆炸坑充满了 就是表层 充满了这种绿色玻璃石 这种绿色玻璃就引起了一位地质学家的注意 这个地质学家叫做帕特里克克莱顿 他看到这个绿色玻璃石后就觉得似曾相识 他一直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东西的 终于他回想起来了 他曾经在1932年的时候和埃及地质抗测局的一个考察车队 穿越埃及的大沙海 大沙海是个地名 就是一只大片沙海 当他们车辆碾过大沙海的沙子时 克莱顿注意到车底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这个声音与平时车辆碾过沙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他就停下来检查车轮底下到底是什么 他惊奇地发现他们正在行驶在一片埋在沙地底下的绿色大玻璃上 就是这个绿色大玻璃上面浅浅浅的有的不是一整块 碎的各种玻璃就都绿色的 他们浅浅的埋在一层沙底之下 这个奇怪的声音就是车轮压碎这种玻璃的声音 克莱顿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就非常困惑了 这大量的绿色玻璃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它会困惑呢 就是因为地质学家都知道 在自然气中很难天然的产生玻璃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可以产生天然玻璃 比如说雷电击中沙漠 沙地产生高温融化沙子 才能产生闪电状的玻璃 或者是在高温的火山沿冷却后才能产生少量的玻璃 而且不会是绿色 或者最后一种情况 只有这三种情况 陨石坠落到地面 陨石表面含有这个可以形成玻璃的一些物质 和大气摩擦产生高温后才能产生玻璃 只有这三种情况 但是这三种情况产生的玻璃的数量都非常有限 而且颜色都不会成绿色 像大沙海这么大面积的玻璃石 自然界是不可能自己形成的 作为地质学家的克莱顿就这么 一直很困惑 一直在寻找答案 当他看到这个核爆形成的绿色玻璃的时候 恍然大悟 就想起了当年大沙海看到的玻璃 就是他对比了两个地方的这种形态的玻璃 形态颜色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都是在地表以下一个浅层出现了一大片 这一下克莱顿像被闪电击中一样 几倍发怜 一个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想法就浮到脑海里面了 难道 法老曾经做过核爆实验 对啊 难道他在埃及看到的绿色玻璃就是核爆产生的 克莱顿作为一个地质学家 一开始是完全不能相信这件事情的 但是他冥思苦想之后排除了所有不可能 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真相 在人类之前可能有另一个文明拥有并且使用过核武器 后来呢 帕克里克克莱顿就将自己的发现和想法就公布出来 那个时候还只能说是想法 他没有证据嘛 但是 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可能出现过史前文明使用核武器 第一个证据可能大家都不会相信从哪来 是从圣经串世纪里来的 我让您说了这本神书 对 圣经串世纪里面记载 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地方 因为沉迷于各种欲望与罪孽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上帝就为了净化他们 建下了流环与火 流环与火这个词是圣经里面自己写的 毁灭了这两个地方 一直以来呢 人们都认为圣经所记载的是传说 是故事 是人们杜传的 但是在1970年考古人员陆续在死海周围 发现了所 就是可能是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的遗址 同时还在死海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这种绿色玻璃 真的有啊 真的有 不仅如此 随后呢在以色列的一些地区 利比亚的一些地区 苏美尔地区 蒙古 戈壁 沙漠 都发现了这种绿色玻璃 而且数量都不少 就感觉是啥呢 今天以中东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啊 整个一大片地区 包括非洲南部 还有我们的那个蒙古西部 这一大片地区啊 都被核弹离过一遍 所以这就是上一代人类自己玩死自己的故事 我不敢说是人类啊 有可能是上一代恐龙 对上一代恐龙文明自己把自己玩死的这个证据 随着考古范围的扩大 发现啊 这样的区域就不仅仅限于中东了 甚至在印度次大陆也有类似的地区和类似的传说 在印度最著名的博家梵戈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它是这样写的 英勇的阿特瓦塔 稳坐在维玛纳 降落在水面 发射了阿格尼亚 这个阿格尼亚能在敌方上空产生并放射出密集的观焰之间 如同一阵暴雨包围了敌人 威力无穷 刹那间一个浓厚的阴影迅速地在潘达瓦上空形成 上空黑了下来 黑暗中所有的罗盘都失去了作用 紧接着开始刮起猛烈的狂风 呼啸而起 带起了灰尘沙粒 鸟儿发疯地叫着 似乎天崩地雷 爆炸明亮的像一万个太阳一样 形成一个扩大的圆圈传的巨大遮压伞 哇 核弹 这个描述你一听 是吧 就很像核弹 而且它描述的不像圣经传世纪 就两个词 流化与火 它描述的非常形象 对不对 你听完就觉得它像一场巨大的核弹 一开始人们也是觉得 这个是古人的夸张或者是传说或者故事 但是人们也发现了类似圣经的这种实际的对应 实际的对应 对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有个遗址 这个遗址就是著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 也被称为死丘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距今四千五百年前的遗址 也就是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啊 它是如何毁灭的一直都是考古学的一个谜团 后来在一段时间的考古以后 一位英属印度研究员大卫达尔文波特 他花了12年时间在这座遗迹里面进行研究 他不仅研究了这个遗迹 在研究遗迹的同时呢 他还进行研究了很多古代印度的文字经文 尤其是这本《博家反戈》 之后呢 他写成了一本书叫做 《公元前两千年的原子毁灭》 在这本书中啊 他写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 这是他在当地考古时发现的 就是在这个死亡之前 我摸横走大路 首先呢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爆炸核心 这个爆炸核心向外延伸了大约200米 爆炸核心周围的废墟 已经几乎被完全的融化并结晶化 所谓结晶化就是玻璃化了 据估算呢 这里至少经历了一次 1500摄氏度的制考 更奇怪的是 发现了44具人类骨骼 就是坦在街上 许多人是手拉着手 就好像突然被什么意外的灾难给推倒了 这种形态啊 这种死亡的形态 几乎和日本当年挨了原子弹的时候 尸体的形态是一模一样的 公元前两千多年 两千年吗 公元前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一波人类不都已经在了吗 这个指他们的推算啊 并不一定就是那个时间点 可能更久远 也有可能他们就是公元前两千年 把自己炸回石器时代 又从两千年石器时代发展到现在 时间是不是刚好堆上了 那个碳元素年代测定法 这个年代误差在十万年左右都是小事儿 你的意思其实还是有一个意大利面条飞行怪物 又有 对吧 对 然后呢 他们对这44具尸体进行检测 这44具骨骼了已经是进行检测了 发现这些骨骼的辐射水平比预期的高出许多倍 其中有一具骨骼的辐射水平高达正常值的50倍 在当地考古的另一位考古学家叫威廉斯特恩的 也有类似的结论 他说摩亨佐达罗的砖块融化不可能是由正常的火灾引起的 而罗马的太空工程师安东尼奥卡斯蒂拉尼 在看了一集之后认为摩亨佐达罗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是自然现象 如果是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一个 我也就不会像刚才这么说了 关键是 接下来的类似情况在印度斯大陆不止一个 在印度焦特布尔地区 人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挖地基 挖到一个三平方英里的泛射性区 地下呢 有一层 就是地质层 有一层 充满了泛射性尘埃 与核爆后发现的泛射性尘埃一模一样 发现这个泛射性区 科学者就很重视了 就很多人去调查 调查发现 这个地方 全区域的辐射都有问题 都一产的高 诶 他们又经过地牢上就发现 怪不得单地人长期以来 癌症高发 出身缺陷和其他健康这种疾病 发生的情况都高于其他地方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更恐怖的事情 还有更恐怖 更恐怖的事情 法国发现被使用过的油矿 是吧 二十七十年代初 法国在西非的前殖民地 嘉鹏寻找油矿 就想搞来 把这殖民地的油矿都搞过来 给自己的核电站提供核燃料 很快呢 法国人就在嘉鹏发现了油矿 而且是大量的浅层油矿 法国人觉得发生的饱了 其实油矿集中 形态整齐 而且浅层很好开采 就是法国人觉得当时就觉得自己 未来几百年的能源都靠这个就解决了 但是有心的法国人就觉得越看越奇怪 为什么呢 这油矿堆的有点太整齐了 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反而是有人故意堆放在那的 这些人都超酷 啊 对 但是呢 大部分人还沉浸在喜悦当中 又没有单一回事 但是法国科学家把这些油矿送往法国一测试 哎 他们震惊了 这里我先来讲一个关于油矿的知识 就是在天然状态下 油矿里面的油二三五 也就是核裂变的原材料含量一般都在0.72% 无论你从地壳 月球原石还是陨石中提出的油 油二三五的含量都是0.72% 哎 为什么是0.72 我现在解释不清啊 我因为我也没有来得及去寻找这种更好的材料 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0.72 但是确定这个值 天然油矿油二三五的含量就是0.72% 但是在加棚的这个油矿里面发现的油 油二三五的含量低于了0.32% 在自然界里 除了加棚这个地方 没有第二个地方 油的含量是0.3% 并且呢 这个这里的油矿里面还含有一些非自然产生的元素 这些元素只有在核电站核反应堆中会产生 也就是说啊 这些油矿里面的元素 反而和核电站用过的核废料里面的元素情况一致 而且还堆的很整齐 对 而且还堆的很整齐 排除所有不可能 只有一个解释 这里的油曾经被人使用过 或者被一个文明使用过 这其实是一个远古的核废料现场 如果我现在只是说如果啊 圣经博家梵歌描述的内容都是真的 是真的在地球上发生过的 那么这些事情就有可能是一种情形 AI的解释就是在遥远的过去 人类发现了河南的匿命 然后呢 人类就把自己的文明炸毁了石器时代 这就印了爱因斯坦的那句智力名言了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武器 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用的是木头绊子 木头绊子 没有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很乐观 因为我今天刷到说已经在做磁脉冲武器的施暴了 那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自己把自己炸毁石器时代是吧 可能不到石器时代 可能要炸毁还是 无脊椎冻武器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 收藏 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